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开放主网发布,Pi Network官方发布了重要的节点版本更新。 然后接下来几周或几个月内,Pi节点可能会进行一次重置,这是为了准备和测试开放主网。 很明显,Pi Network项目方已经准备好在今年开放主网了。 大家好,我叫小萱。 今天视频,小萱我会和大家分享Pi App主页更新的内容,也是Pi Network的最新公告。 那小萱我会尽量用简单明了的方式跟大家分享,确保每个人都能明白。 在开始之前呢,能不能请大家帮小萱点的赞啊?谢谢哟。 在5月24日,我们的Pi主页又更新了。 这次的更新Pi项目方在Pi Network App上,分享了Pi节点的重要更新和开放主网的准备工作。 首先,Pi项目方这里说什么是Pi节点。 节点是Pi区块链区中心化的核心。 简单来说,只要你有一台连上互联网的电脑,就可以运行Pi节点。 那么,随着Pi Network逐步开放,节点的进展对于实现Pi Network的目标非常重要。 那么,Pi节点在大规模计算方面有巨大的潜力。 现在,Pi的测试网已经有超过20万个计算机节点在运行,并准备在开放网络期间过渡到主网。 这些去中心化的计算机总共估计拥有超过100万个CPU,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分布式系统之一。 这意味着,Pi项目方可以利用这些节点进行大规模计算任务,比如训练AI模型。 而且,节点的运营者将来有可能通过这些计算任务获得更多的Pi币。 这为去中心化计算领域带来了新的机会,也为Pi提供了更多的用途。 然后,Pi项目方这里也说他们一直在努力更新和准备节点,以便在开放主网集以后能够实现这些惊人的潜在应用。 最近,Pi项目方在计划策略和功能更新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。 首先,他们会解释如何在测试网和主网区块链上设置理想的测试环境。 然后,他们会详细介绍最近的三个节点更新版本。 这三个节点版本分别是0.4.9、0.4.10和0.4.11。 那我们要如何安装最新的Pi节点呢? 首先,你可以去PiNetwork的官网,在节点页面下载最新的Pi节点版本。 那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下载安装节点。 小萱,我以前有做过一期的节点教学,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个视频哦。 然后,如果你之前已经安装了Pi节点,那就不用手动升级了。 因为,Pi项目方这里说节点会自动更新到最新版本。 所以,不用担心,你的节点应该已经是最新版本了,或者下次启动时会自动更新哦。 那目前节点的最新版本是0.4.11。 然后为了让节点准备好迎接开放主网,Pi项目方需要让节点能够在测试网和主网区块链之间来回切换。 简单来说,就是节点要能在测试网和主网这两条路之间自由走动。 这样一来,当网络正式开放时,节点运营者就可以顺利过渡到主网,不会卡住或者出问题。 那么,Pi Network正在准备推出的新版本节点应用程序和服务器版本,就会支持这两个区块链。 让这个切换过程顺顺利利的哦。 所以呢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节点可以在测试网和主网之间切换。 这样一旦网络开放,大家就能轻松过度了。 然后为了在主网区块链开放之前测试这个功能,Pi项目方将推出一个全新的干净测试网区块链,叫做TestNet2。 这个新的TestNet2就像是我们用来做实验的小白鼠。 我们可以在这里模拟节点在测试网和主网之间的切换。 一开始呢,会有一部分节点被分配到这个新的TestNet2上来进行测试。 这个分配是随机的,不是每个节点都会立即加入TestNet2。 然后呢,每个节点连接的区块链会显示在节点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上。 不过这个功能将在下一个节点版本中推出哦。 接下来,Pi项目方这里有个温馨提示。 首先,Pi官方这里说开发者和用户们请注意, 不要在测试网上存放重要的数据,也不要让你的应用程序依赖它。 因为测试网只是为了测试用的。 那么,为了保持区块链的轻便灵活,Pi官方会定期重置它的状态。 其实在测试网刚推出时,Pi Network项目方就有说过会定期重置。 尤其是我们接近开放主网的时候。 所以呢,接下来几周或几个月内,可能会进行一次重置。 因为这是为了准备和测试开放主网。 那么,这里重置的意思是,所有用户的测试网钱包和TestPi余额都会消失。 然后,Pi项目方接着说,虽然开发者们在测试网上试用自己的应用程序是很棒。 但开发者们要注意,要确保你的应用程序能应对测试网的重置。 意思是说,你的应用程序设计必须足够灵活,能应对测试网被重置后的情况。 比如,有些应用程序设计依赖于特定的区块编号。 如果测试网被重置了,这些区块可能就不存在了。 结果你的应用程序可能就会因为找不到这些区块而崩溃哦。 所以,开发者们要确保你的应用程序在重置后还能正常运行,不会因为这种情况出问题。 然后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开放主网发布,Pi官方发布了重要的节点版本更新。 这些更新增强了节点分析功能,标准化了全球各地的节点应用程序, 并进一步为节点选择和去中心化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。 所有这些都是实现开放网络目标中条件一的关键步骤。 然后自2024年Pi日以来,Pi Network已经发布了三个更新版本。 那么在这里,Pi项目方有详细介绍了每个节点版本的更新内容。 那我们来看看Pi项目方近日发布节点的最新版本0.4.11。 那这个版本带来了多项关键更新和修复,以提升节点的性能和用户体验。 首先是关于用户界面更新和新功能。 第一,详细追赶过程信息显示。 节点新增了一个用户界面功能,详细展示Pi节点的追赶过程。 这一功能不仅告知用户当前节点的运行状态, 还实时更新正在进行的操作, 为用户提供了更直观的操作体验。 第二,追赶过程中断警告。 引入了与追赶过程中断相关的警告功能。 这项改进帮助用户避免中断追赶过程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, 确保节点运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。 第三,最新区块确定方法改进。 对节点确定最新区块的方法进行了优化和改进。 这一步骤提升了节点的效率和准确性, 确保节点始终连接到最新的区块链数据。 第四,日制功能改进。 日制功能得到了增强。 现在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发送最多40行的详细日制信息。 这些信息对派核心团队在故障排除和性能优化方面至关重要, 帮助团队快速有效地解决潜在问题。 第五,容器运行机制实施。 引入了一个新的机制, 帮助节点准确判断和选择适当的运行容器。 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节点报告、网络支持状态的精准度, 还优化了节点在网络中的运行效率。 另外,最新的节点版本增强了节点识别无法同步到区块链数据的能力。 这一改进不仅有效避免了资源浪费, 还有效防止了因数据同步问题而可能导致的性能下降。 然后修复了节点应用程序中显示版本号不准确的问题。 这一修复确保用户能够准确地查看当前节点的版本信息, 避免了因版本显示错误而可能带来的混淆和不变。 这些关键的更新和修复不仅提升了Pi节点的功能性, 还显着改善了用户的整体体验。 OK,那以下这两个版本是之前的版本。 所以,小轩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解释了。 有兴趣的话,你们可以自己去瞧瞧哦。 其实大部分人最想知道的东西是今年Pi Network是否能开放主网。 那么,这段公告主要是告诉用户和开发者, Pi Network为了准备开放主网的发布, 进行了重要的节点版本更新。 这些更新包括增强节点分析功能, 全球标准化节点应用程序, 并为未来节点选择和去中心化发展奠定基础。 因此,Pi Network有很大机会在今年内开放主网。 这也是Pi Network项目方他们的目标。 OK,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,拜拜。